你敢相信 这是在国内比赛全红蝉的遭遇 在全红蝉5253B还没有跳的情况下 现场DJ已经在庆祝陈玉希夺冠 这是有多无视全宝的存在 最近全红蝉和陈玉希争夺冠军的事情 引发外界巨大的争议 尽管目前的比赛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但是这几天又有媒体人 把当时比赛现场的直播画面单独结了出来 断章取义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从媒体人报道的消息可以看到 有些人声称 当时陈玉希大比分领先全红蝉的情况下 在红姐还没完成比赛的时候 她已经在底下和主持人疯狂提前庆祝夺冠 导致全红蝉一人在台上被晾了几分钟 最终非常可怜完成比赛屈居亚军 当时这样的报道一出来之后 有些网友有些粉丝自然以为全红蝉受到了欺负 陈玉希这次夺得冠军 做法太不尊重人 然而真相到底是什么 陈玉希和中国跳水队的做法 真的会如此过分吗 实际上了解整个过程就可以发现 这些传闻完全就是断章取义 首先从当天的直播画面可以看到 在全红蝉完成最后一跳之前 陈玉希确实是大比分领先 跳出几乎满分的动作 最终提前确定自己夺得了冠军 所以当时陈玉希显得非常兴奋 在那里开心庆祝 跳了几下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对于运动员来说 已经取得好的成绩 知道自己有可能登上最高领奖台 提前开心一下并没有什么问题 陈玉希他们这么长时间以来 付出这么多的努力 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夺冠的喜悦吗 所以有些人在陈玉希的庆祝动作上 去搞文章实在没有必要 而且对于陈玉希和全红蝉来说 都会带来非常多的困扰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发现在全红蝉跳水结束之后 姐妹俩还互相拥抱致意 从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 更不存在中国跳水队 冷落全红蝉的问题 再者说了在本次比赛结束之后 全红蝉针对自己丢冠的问题 还给出了大度的回应 他就非常的开心 格局真的非常大 很显然 全红蝉是真心为自己的姐妹 夺得金牌感到开心 另外一方面 关于全红蝉的整体表现问题 恩师陈若琳在之前采访中明确指出 认为小红在心理状态方面 还需要调整 强调全红蝉接下来进步的空间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一次没有打败陈玉希 只能证明全红蝉的发挥 不够稳定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 对他接下来备战巴黎奥运会是个教训 也给他好好上了一课 如果全红蝉可以吸取教训 后续就有机会在巴黎奥运会 取得好的成绩 全红蝉也已经明确表示 自己有信心在巴黎奥运会赢回来 全红蝉两个姐妹花 其实是良性竞争 并不存在所谓的勾心斗角 更不存在某些媒体人 杜撰的所谓潜规则的问题